哇,戴了过后真的是完全清不到外面的声音 屁啦,讲嘞 哈喽,大家好,我是佳佳 今天我们来一起开箱 Steel Series Artist 7P Plus Wireless Gaming Cassette 喂,我跟你们讲哦 这一个耳机真的是很厉害哦 它是为PS4和PS4两声订做的 事不宜迟,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耳机它长什么样子 现在我们就从曼光开声聊起 主要的配色是白色,细节部分是蓝色和黑色 所以它整个的配色就会和PS4的主机一样 第二,它的卖点是什么呢? 它就是主打它的舒适性 首先我们看到它这条耳带是铁座的 所以你怎样,它都没有压力哦 好,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头戴的细节 它是可以更换的 如果你真的是不喜欢它的设计 你可以继续买 一个比较美的粉红色啊,什么颜色都可以啦 然后,接下来就是它的耳 然后,在这个部分是可以更换的 就是说你用了两三年过后 如果你长期佩戴它会有臭汗味这样子 你就可以去下单,光网下单 然后去买新的去配,去换啦 然后我们来测试看它好不好戴 哇,戴了过后真的是完全清不到外面的声音 屁啦,在讲嘞 你讲了吗? 哎呀,我听到你讲话了 那,现在我就来让你们看看 什么是换Sponge的重要性 右边这一个就是我们的 SUS Series 7P Plus Wireless Gaming Headset 左边的话叻,就是我们用了三年的耳机 你看它的Sponge,用到乐配乐挖都不能换 这是很可怜叻 所以大家知道换Sponge的重要性了吧 那什么牌子来的呀 第三 我最喜欢它的点就是它的麦的部分 这是很顺滑叻 推回去 也是如此的容易 重点是它还有Discord的认证 就是你讲话的时候如果有噪音 它会把你filter掉 只好在平时你在打键盘的时候 就会有那个键盘的声音 它可以把你filter在Discord那边 在没有亮灯的状态下 它的麦就是开着的 如果你按下那个button 它变红色的话就是说这个麦已经mute了 这里有很多个按钮 所以我们来一个一个看 第一个是给你mute你的麦的 第二个是控制你的Master Warrior 第三个就是当你耳机没有电的时候 你要用Wire的方式来接听的话 就是插着一个洞 然后第三个洞就是3.1mm Audiojet的入口 第四个就是 第五个 第五个是你的Type-C 然后接下来这一个就是Power On Off 然后这一个是你耳反的Volume 其实这个耳机还有很多feature 是我还没有讲到的 我们可以去download Steel Series Gigi这个software 它里面可以让你调节Audio 整理性还有其他更多的东西 有兴趣的朋友记得去了解哦 不要先多点这个耳机 记得去买这个耳机更好